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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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收看剧场《会客室》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雷思兰小姐 大家好 思兰的老友 终衰参加你上来了 白雪公主 我看见你很开心 是的 我圈套 准备这件衣服你迎接你 好可爱 谢谢 刚刚看完你的电影 没有久了 前几个星期看过你的电影 是的 你做得很好 最后晚餐 是的 做得很好 我自己也很喜欢的电影 是的 我很近距离 我坐第一行看你 但是真的很感动 非常感动 这些电影就是我们想是一个 真的要好生活 所以你不可以有很多做的成分 是的 幸好只有两个演员 我和Bobby大家都做了很久的同事 所以大家一直谈谈谈 我觉得大家慢慢的磨合 大家互相的默契 是出来的 其实是很舒服的 是 很好的 是的 希望有机会重演 更多人的演员 是的 很多朋友看了都是这样 是的 是的 说完最新的电影 其实我反而 我认识你这么久 我知道你在广州演过电影 唱歌 但反而不是很多时候 听到你讲 那段时候的工作经验 不如值这个机会 今天和我们谈谈 也好 好 其实广州就很小 过去那时候 我自己经常都说 都不算是一个我自己的选择 其实 因为那时候怎么说 可以说我都有些运气 其实我那个年代 我刚刚中学毕业 中学毕业那个年代 刚刚就是全体青年要上山下乡 就是无一幸免的 我们那时候毕业 不管你书读得多好 都没用 一定是要落乡拿铐头的 就是 我之前还有些说 什么独生子女 或者是第一个子女 可以免疫 但是我那届是没有的 全部人都必定要下乡 那时候其实 其实 没所谓 人人都下乡 我都是想着下乡 但是又刚刚得到 我那年就是 全国第一次 就是文革后 第一次是公开 就是那些文艺团体 所谓文艺团体 和体育的行业 是可以公开招人 因为之前不行的 所有演员 运动员 都是要落乡 就是向工农兵 去招收他们进来 就没得说你自己去投考 那我那年就是第一年的 可以公开的 大家去投考 那时候因为 我在学校 其实就是 教唱歌的 虽然做学生 但是 因为我从小喜欢唱歌 我们那时候很不正规 因为知名法华民 其实所有教育制度 都破坏了 那时候 所谓的音乐堂 就是 找个学生出来 教大家唱歌 就是这样的 就是音乐堂 是的 是的 老师也没有 那时候我 因为够大声 和我又喜欢唱歌 所以常常在学校教唱歌 也有个音乐老师 全校只有一个 所以基本上 他只是负责 训练学校的乐队 参加一些演出 他又不去教音乐堂 但也有个音乐老师 那个音乐老师 很欣赏我 他一知道那一年 有一个公开招考 就是文艺团体 唱歌演员 舞蹈演员 他就有问我 问我想不想去 我开始觉得 因为我家里 我家族里 是没有人做这个行当的 就是搞艺术是没有的 所以我也不觉得 自己会和这件事 有扯上关系 想都没想过 以前你说 我的志愿 我有想过 想做老师 想做地质勘探 我觉得地质勘探 好像冒险 所以攀山越岭 周围去 觉得很有趣 但真的没有想过 自己会做演员 不过后来 我回去和我妈说 我妈就很灼弱 因为她很不想 我去上山下乡 她就说 去啊去啊去啊 试试试 怎样都要试试 我说 那好吧 就和音乐老师说 音乐老师说 好 就训练了我 训练了我一会 就训练了几首歌 然后就带我去报考 那是否中间的过程 我曲折离奇 不管了 总之就进了 叫做广州市歌舞团 广州市歌舞团 我就进去唱歌 她就聘请了我 因为那时其实是 那一年很特别的 因为文化大革命 又要说回文化大革命 那个期间 大家都知道 国内全部都是唱革命歌曲 全部都是要一些非常响亮的女高音 男高音 反而已经是女中音 即是她那时都没有什么合唱的歌 都是只有一个声部高音 大家都很响亮的唱 但到我的时期 都是我毕业的 其实是七三年了 已经是文革的后期 属于中后期 那时邓小平也试过上过台 就开始有些所谓的 比较讲究藝術 讲究文化的东西 开始瓦头 文教的时候 全部都破了 一轮不敢说 不准说 书都烧了 但是那时开始 又浮现一些这些东西 讲究一些 或者认识一些 传统一些的 艺术的东西 所以很多艺术团体 开始说 我们想搞一些 可能我们会搞一些 西洋的东西 接近一些 或者一些合唱的东西 所以那一年 招考很大批 他们的目标 就想请一些 女中音 男中音 男低音 因为你在合唱歌曲也好 一定需要 这些低音声部 所以很难得地 我的粗犷的声音 红厚的声音 非常之罕有 他们觉得 其实我说真的 唱歌技巧没有 那时很小 17岁 又没有正式受过 什么训练 说真的 但他们觉得我声音 是很罕有的一种声音 女中音的声音 于是就 招考我进去 那时在我们学校 都牽起了一个 不大不少的风波 因为我们学校 其实那时我间中学 所谓那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即是上台表演那些 都在中学里面相当有名气 所以都有一批 很跳舞唱歌 不错的学生 这些人全部都有去考的 但没有一个考得到 反而我这个从来不是 宣传队一份子的 一个不见经存的人 进去歌舞团 所以那时每个都打证 到底他是谁 没有见过他上来演出的 没有公开演出过 到底他是谁 为什么他会考到的 觉得很奇怪 所以那时我真的 刚刚中学一毕业 17岁 就进去歌舞团 开始唱歌 我们的歌舞团 都不错的 因为我们的歌舞团 的成员 大部分都是北京来的 全部都是北京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的那些人 他们的前身 我们的前身 是二炮民工团 就是部队 所以他的演员的成份 即那些成份 其实质素很高 所以我今时今日 如果说我普通话说得好 其实我真是 是很大方面 很大一个方面 就是因为我那时是歌舞团 因为那些老师 全部正宗北京来的人 而我是因为学唱歌 老师第一个要求就是 你不准说广东话 你一定要自证康源 他说你一定要普通话 讲得好标准 所以在歌舞团 我都有五年 差不多五年时间 那五年的训练 令到我的普通话很好 我去到北京 很多人都听不出 我是南方人 因为你周围的环境 你那些人都是北京人 你就是跟他们 每天每天都对着 因为我们住在团里面 都是跟他们讲普通话 讲北京话 所以就对我 后来普通话的基础 打得很好 就是那个时间 很好 我现在又可以做普通话老师 很多时候那些广播 那些是一开始的剧场 那些首宅 那些首宅 那些都是 是的 是的 我一直都会做普通话教学配音 等等 是的 我们的团 其实如果要讲 有没有知名的人士 就是梁安琪 是梁琪小姐 是的 是 韩申的四太 四太她是我们的团 跳舞的 其实那时我 她很小的时候 招了她进来跳舞 那时我已经在团里面做唱歌 是的 即是一起同台演出的 有 但她小过我 当然是小过我们 那时 因为跳舞的招来 会年纪小一点 唱歌的 她要你的声音转定了 所以我们通常唱歌 唱歌演员不可以太小过入来 即是 基本上17岁 我想是最小的了 你再小 其实声音转定 是不对的 但是跳舞 就不同 跳舞我们很多时候 都是10岁 11岁就入来 哦 要在小学里面找 因为你太大 反而骨头都硬了 也很难去训练 是 就比较小过 所以她那时我都很记得她 很小的时候 当我们是大姐姐 跟着我们很喜欢跟她们玩 因为觉得小妹妹很漂亮 请游来跳舞 那些歌都很漂亮 很有趣吧 通常发续的妆很有趣 是的 很漂亮 那你怎样开始游在广州 一位歌星 变成香港的一个演员 其实我后来因为 我爸爸一直都是香港的 后来我 因为妈妈都来香港 那我就跟着来 那来到香港之后 我先头都想说 进来香港 有没有什么歌舞团 可以继续唱歌 但是发现是没有的 香港是没有职业的歌唱 的团体的 那我就说 我除了做这个 真的什么都不会做的 老实说 我爸爸先头说 很想叫我去银行 我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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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真的很闷 那我爸爸很幸会 他都认识他人不少 他跟当时的长城电影公司 库琦 就是库明显的父亲 是库明显的父亲 石巍这些 他就很熟 他就说 你想不想去电影公司 我说 電影雖然我沒做過 但好像也接近過銀行 我說也好 去電影公司 於是就入了長城電影公司 我進去 其實正職就是做長記 當然因為我自己做過演員 以前也是 所以他們有機會我都會拍戲 不是主角 拍戲 會配音 在裏面 都做了兩三年 在那個過程裏 其實有學了演戲 因為我做長記 我也是跟導演 還有長城的導演很好的 那個老一輩的導演真的很好 你看到他怎樣教演員演戲 他講得很清楚 很仔細 我從那時候開始就有學 我對於學戲的開始就是那時候的開始 因為以前歌舞團 我們主要是唱歌和跳舞 這兩樣是有練的 但是演戲是沒有的 我真的在電影公司的時候學 後來慢慢的 但是我自己說真的 可能是做了五年舞台 因為歌唱歌舞團也是舞台 我是喜歡舞台的感覺 那一個晚上去到劇院 然後化好妝準備好 然後一氣開城 一一一個晚上的演出 然後大家就回去 我們以前都是住團 一群年輕人 回去就說當晚的演出有什麼好笑 誰跳舞的跌倒 誰又飛了一隻鞋子 那個又有什麼 這樣就可以很開心聊一整晚 所以我很喜歡那種感覺 舞台的感覺 就是你那一晚去做一個show的感覺 電影就不是 我經常在等一個鏡頭 可能可以等三個小時 然後明天去拍什麼 但是出門 下雨又不行就取消了 大家又在那邊望天打掛 然後那些通宵拍戲 我就最怕了 真的 我眼睛睡到中溫 然後又說 來了來了來了 然後我眼睛還未睜得大 那我做了三年以後 除了會學會一些表演之外 但我不太喜歡拍攝的製作 我覺得不像是一個演出 對於我來說我喜歡演出 我不喜歡那種 我覺得是一個製作 就是一個製作 不是一個演出 我始終都不喜歡電影的感覺 因為那時候 其實入到富奇叔叔 他們都經常很想培養我 覺得我可以去學做導演 但是我覺得很害怕 因為我曾經在長城 去了內蒙古拍了四個月戲 零下十五度在大草原拍 痛笑戲 你知道那種痛苦 冷到你站在這裏 即是僵了 那些痛苦 我拍完四個月 我不行了 我真的熬不到 我心想如果我要做導演 我還要做導演 導演更辛苦 我看到一些導演 我們演員或其他工作人員 都可以 例如你八點鐘開鏡 例如 我們都是六點鐘起床 化妝等等 然後到八點鐘去到現場 拍攝現場 那些導演就不是 導演他要四點 他已經去到了 要擺鏡位 要看這個那天 然後到大家走完回來 我們可以睡覺 他還要去剪片 還要看片 還要什麼 所以我那時見到 長城那些導演 有兩個女導演 真的好像人乾一樣 清排到 不過 所以我現在看 許安華又不是 他很豬圓肉潤 他真是聰明 可能他不用拍太多外景 他家庭式的電影 更好 在室內 我看起來 我不是太受得這些苦 我自己想一層是不行的 所以後來我就 某些途徑 有朋友告訴我 香港有個話劇團 其實如果你喜歡做舞台 我經常都跟別人說 我喜歡做舞台 但香港沒有舞台做 又沒有歌舞團的東西 做什麼舞台 那些人說不是呀 你不知道什麼 香港有叫香港話劇團 是職業劇團 以前我就不知道自己會 會做話劇 但做過一輪電影 我覺得有表演 也是那一回事 我大概都可以 嘗試一下 然後就考 然後又被我考 八三年 一直做到現在 八三年 即是你現在是 話劇團的 資歷 其中最深的一位 周輝比我更長 他好像八一 他比我兩年還早 他八一年 八三年 那時候的話劇團是怎樣的 最初進去的時候 那時候好像只有十個演員 但已經好一點 你猜我那一批 他足足有五個全職演員 考進去 他以前好像沒有那麼多 以前據我所知 全職演員真的很少 六七個 因為他大部分都是聘請 freelance 主角基本上就是當時電視台 因為King Sir在電視台 那個話劇團是King Sir是創立人 基本上是他找回電視台的演員 譬如當時我知道的 孟子良 五位國 很多這些 全部都是他們 他們來做 黃河淑儀 蘇幸璇 他們來擔戲 話劇團的演員 只有很少 多數都是做配襯 即是大配角 後來慢慢就開始多了 我進來的83年 是話劇團第一年 就聘請了楊世鵬 正正式式的藝術總監 越來越是一個職業劇團化 演員就越來越多 我那年是有五個演員 聘請了 古天龍也是我那年的 那批的 那批的 你也是楊世鵬請的 楊世鵬請的 是楊世鵬來擔任藝術總監的頭一年 所以我也是他聘請的 那時不止他 當然有阿傾 六個人來考的 我都不知道 還有一些藝術顧問 卡拉卡拉那些 有六個坐在這裡看 嗯 他有順利考到 是的 那時候考到 我懷疑是楊世鵬 我適合他想要的標準 這些事實在是講運 我覺得他一直在美國 可能他看慣高頭大馬 聲音洪亮的人 所以他看到我 他就覺得我適合 適合做舞台 或者怎樣 還有我想他那時也想發展相遇 你是相遇的演員 是的 相遇的演員 他想做一些普通話的戲 是的 所以很適合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 是的 那你初初在畫劇團做的時候 你做什麼的角色多了 在楊世鵬的角色的劃分之下 我是劃分為高貴大方那一類型的 是的 所以他一開始 他通常都是找我做一些 什麼皇后 阿Q正傳做解說者之類 其實我自己也挺鬼馬的 我有試過想要求他 例如阿Q正傳說我不做解說者 我做唔媽的 他就說不行不行 你太漂亮了 你很適合聽 雖然被人拒絕了 但也很適合聽 拒絕了 但也很適合聽 哈哈哈哈 是的 大戲民界都有個不好處 因為你始終一個戲裡面 你講真的 那個小姐 或者那個最美的那個 只有一個而已 你如果那個被別人用了 做了 因為是說實話 我的經驗又不是那麼好的 演技不是那麼可以的 你爭不到第一女主角之後 連其他那些二打六也好 那些什麼人就會覺得你 哇 你神高馬大 你真的 你這個型一站出來 你做個妹仔服侍那個女主恩 你又高大過別人 你真的女主人海 真的女主人海 那就不行 令到我恩怡又失去了很多機會 有時候 你知道剛好有一個團 你都希望不理大角色小角色 有得演就好 對不對 但很多時候人就會否決了你去演 一些其他 閒雜人等 因為覺得你一出來就不閒雜 這樣 看上去 你做閒雜人等 不是 不夠閒雜 所以那時候也覺得 不過沒有辦法 我記得我看過你不可兒戲 做西西麗的 那個扮相很美 對 因為是普通話版 原來是普通話版 普通話版 因為有幾個女生 如果你是普通話版 即是她本身已經有兩個 對 在普通話版也有四個 對 我記得你當時做 是否令狐聰那個 是一個私娘 是私娘 你說你自殺的 那是很好笑 我聽你說笑得我死 簡直是醜到暈 要自殺 懶型 師頭那個有個母子教我 他說 你自殺 不要這樣 一割頸 沒有看頭 先撒兩下劍花 我說 也好 撒兩下劍花 誰知道 有幾場都沒有時間可以 撒到的 但有一場 一撒劍就能夠卡住衣服 然後一把就飛了出去 還要再去撿一把 才死 嘩 笑得整台人 真是焗蟹 自己又不敢笑 其實自己也覺得好笑 自己也不懂笑 很害怕 覺得很醜 但觀眾真的大笑 全場觀眾大笑 台上演員真的忍笑 很好笑 觀眾大笑 演員忍笑 很好笑 通常有些人問我 或者聽過你們這些欺負的事 你這個例子 我經常說 真是很好笑 後來有些人在出謀劃策 事後朱國梁 你知道一向多 那時候不可以這麼醜 去撿一把劍 你自己一夜打到頭上 改劇情 改劇情 這樣打死自己 不行 這樣打我 我自己忍不住笑 打完又睡 地上會笑到震得不得了 待會金融說 靈中側是這樣死 不是自己打自己 很搞笑 還有你們說 有一個是喬峰那個 那個也是笑到滾在那裡 笑到滾在那裡 很好笑 聽你們說 抱著阿子 阿豬 抱著阿豬 結果摸了膠 整個阿豬飛出去 本來很英俊 阿豬已經死了 他一定要爬山泥 他一定會爬山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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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你們說 舞台真的很好笑 舞台真的很好笑 只是搞些撿山 都什麼 一定有這些 但這就是你喜歡那種 搞的感覺 是嗎 很現場很積場 是的 是的 你每次演真的不可以NG 一刻你去就去 壞了你就壞了 真的不可以說 還要看你 炒了你撿山的技巧 是的 其實演員真的很難 台詞要記 走位要記 動作要記 是的 道具 我都說我幾次害怕道具 你知不知道我當時 那位小紅娘 Hello Dolly 也是 很有風度 和唇槍斜劍 和那位范先生 人家說 你要兩顆糖 誰知道那些方糖 砌得太好了 我那個鉗 也無法鉗出來 要放在那裡 他砌得麻麻平 那樣子很有 哎呀 又小不行 你要兩顆 沒有 即是宜得 當時好像有整顆糖 但你又不行 還要很有風度 慢慢 又不能拿起來 我我我我 觀眾看不見 其實 是 幸好你的角色是比較扮演 對 沒有感覺 是 但真的很好笑 那些時候 你永遠都是 道具 其實是的 最煽到你 真是坦白 我也覺得是 很好笑 Selan 下個星期繼續上來 再講這些笑料 好 太多 好 請各位等下個星期 Selan上來 再和我們分享這些笑料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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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